这语歌,勇士可否用格林换奇才库子马 具体该怎么换,交易成功以后 勇士会不会武强,奇才更一次会不会变成八角龙 不可能,库子马目前是奇才最有交易价值的运动员 年龄不然太大,但是战斗力不俗 对于奇才来说,一旦要动他的话 肯定是换选用权,能换奇才利吗 你换格林去能干啥呀 目前确实有交易传闻,对勇士来讲 据说勇士对看好谢尔卡姆 但是我感觉,目前传组的交易方案 用空间啊,再加什么围巾室 甚至包括墓底,就这么换那个谢尔卡姆 换了不相当百换嘛,谢尔卡姆三兵努力20% 你把它换回来,怎么打组合呀 他跟格林都打四号位 而且谢尔卡姆他最擅长的就是四号位 打三号位呢 打三号位他速度没有那么绝对快 并且他投篮又不准 他其实更适合打一个内线 但是你不能用那个谢尔卡姆跟格林 他俩一个打四一个打五啊 这么一种呢,勇士对手盘中得多矮呀 谢尔卡姆只有2.02 他比格林没高多少 那如果你引进了谢尔卡姆了 他跟格林没法共存 那你怎么办呢 你要是用格林作为主要交易筹码 目前看勇士对啊 从管理层到包括主教练 以及呢水花兄弟他俩的发言 似乎说没有这个架势 要动格林 谢尔卡姆你看提出的任何交易方案 不包括格林 似乎说格林在勇士对内 仍然是资历颇审 根基这块砸得太老 几乎动不了 甚至包括球队老板 可能说一开始就没有打算 让格林参与到任何交易方案 格林是进不去的 那你如果说换来谢尔卡姆 格林又在对内 这样一来阵容就相当激情了 你是让格林打替补 还让谢尔卡姆打替补的 都是个事 如果谢尔卡姆打手法 格林打替补 打手法一个谢尔卡姆 我感觉那对于勇士来讲 帮助也不是那么显示意见的 谢尔卡姆没那么搞笑 三非远说也不准 而且你这么整完之后 封线谁打呢 小钱封位子谁上呢 维尽师肯定作为主要交易手法嘛 他是加拿大的 毕竟空价也肯定立对啊 你如果不打上空价的话 木迪或许不会被交易 但木迪打三号位有点吃力 空价是阻止出三号位 但你一旦把他和维尽师都送走了 那勇士队相当于是 拆东墙补西墙 而且西尔卡姆目前已经年近三十了 送走队内更年轻的选择 我感觉这么做不是特别明智 这么交易没啥意思 对勇士来讲 我感觉今年甚至不见得能够帮助球队 更有可能打进球赛 空价现在挺强 没必要换西尔卡姆 西尔卡姆已经定型了 没啥潜力了 空价未来仍然是有十足潜力 这么换不好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